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虽然是美女 可是她们的磁场有一点乱 我们来帮她们整理 整理 首先欢迎小日刀口 大家好 我是小日刀口 接下来欢迎芸汐 大家好 我是芸汐 你好 小日刀口你好 日本人国语说得不错 台湾人 那是台湾人 为什么日本名字呢 因为我名字有个招 所以我就把它拆开来变小日刀口 中文的招 对 招合的招 对 小日刀口 对 家母家好记 真的 有些人外表看起来干干净净的 一切都很好 可是打开他们的家门会吓一跳 你真的说现在时代不一样 不是说像我 比较老一派的 就觉得女生家里一定很干净 一定很整齐 后来才发现不对 时代不一样 女生房间可能比男生还要乱 救命 来问芸汐 说你因为房间太乱 而吓到其他男艺人 对 之前有一集就是也是电视节目 然后要突袭我家 然后来不及收拾 然后一进来之后就吓到那男艺人 说天哪 怎么这么的外表长这样子 没有想到私底下的那个房间 这么的精彩 真的 你们在家就一直换衣服 一直整理 一直换衣服 不对 再换 然后这样整理干干净 整整齐齐出门 竹林哥好了解喔 我们的乱不是真的的乱 因为我们出门 我们都要打扮自己 所以我们才会衣服就 就是放着之后 回来再收拾 然后回来之后 说不定 好累喔 会收拾吗 好累 会 会收拾 然后有时候可能过太久 然后冰箱的一些东西忘记清了 然后那一次男艺人来我家 突袭的时候就打开就发现 这个东西怎么发霉 然后甚至还看到 这我自己讲好吗 所以有过期的食物 也还在冰箱里 确 然后就是有lanky的那个水果 然后甚至还有一些 干掉的水果 甚至还有一些小生物 小生物在我的那个 冰箱里面 家里的生态很好 生态圈 这个生态圈 是一个生态圈 对 一个生态练这样子 我需要吃食物 他们也需要吃我的食物这样 是 对 我们一起 然后我也觉得说 有时候如果我们出去 没有流汗的话 衣服其实可以不用天天洗 爸 可以吧 可以吧 我股市都会洗 我赞成 我赞成 我们有时候可能 比如说去一个圈莲买个东西 我们只是套个衣服 我们就要出门了 就不一定要洗 我又没有流汗 对啊 对啊 是吧 对啊 然后我也觉得 那问题是运动衣 运动衣就会有流汗了 运动衣好几天才洗 这种东西就要说 如果我今天流的汗比较少 偏少那边的话 那我觉得我下一次流汗 如果再流偏少那边 就可以不用洗 所以标准完全在鼻子 所以你在家一定会做一个动作 衣服拿起来 还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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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晾干下次再穿 但是我有一个坚持 如果我拿起来 那衣服是湿湿的 就一定要洗 对 就是湿的就是代表我有流汗 然后流到真的不行 真的要洗了 好棒 真的很棒 对不对 那你袜子也是两三天才洗 袜子也是 因为我个人不流脚汗 为什么我讲话有点心虚 就是 大家想看这双穿多久 新的 新的 全新 要不要你闻看看 我觉得袜子也是 因为我不常流脚汗 所以没有流汗 拿起来闻一下 OK 没有味道 继续穿 好棒 那我们现在来 观众朋友请注意 请来看一下 原味达人的房间 还可以 还好 这些都是穿过的衣服 你娃娃都放在柜子里 这样子 这是我的展示柜 所以这边是脏的 这边是干净的 就是分区分蛮清楚的 其实还好 我觉得还好 其实因为正常 不会有人在家很乱的时候拍照 我只是想说 制作单位那时候 要赶快把现在的状况拍下来 其实还有更乱的 对 这个状态还好 之前还会放到这 连这个桌子都是挂衣服 对 只是刚好当下会长这个样子 是 关于环境整洁的方面 你还有几样自己的坚持是什么 应该说我喜欢在房间里面 放一点零食 一点也 就是睡觉的卧房是不是 一点 就是其实我这里也会有一些 就是玄于相思 跟这个是点心面这样 就是自己睡觉的卧房 对 因为有时候 我之前小时候起来的时候 就醒来的时候 头好晕 好晕眩 然后我就从那个时候开始 我觉得不行 我房间一定要有那种 简单东西 好减的零食 比如说像巧克力 巧克力碎片那个就不行 比如说放个雪鱼箱子 因为它一条嘛 你掉在地上你很好捡 或是掉在冲上你很好 很好捡 对 好捡起来 很好 很好捡起来吃 所以我的房间就是赶紧 整洁 没有什么零食渣渣这样 是为了预防血糖太低 对 因为起来的时候如果晕倒 一个人住这样晕倒 没有人会救你 所以还是要放一点 晕倒的同时 手要在手摸得到地上 然后手要等 刚才吃 这个巧克力 不行 用了雪鱼箱子 就这样补充一下 你说你跟 你跟我们很多妈妈一样 爱收集纸袋是什么意思 我喜欢收集纸袋 而且你知道现在纸袋有一个 可以做成包包的方式吗 什么意思 就是我们去买衣服逛街的纸袋 对 纸袋你觉得很漂亮 比如说假设你喜欢新擦客 或者是你喜欢什么 一些香水的牌子 CH什么那个牌子 那包装袋都很漂亮 粉红色的 然后又一个很质感的提袋 然后现在那种有出 我觉得我喜欢收集这样子的 这个可以干吗 可以放着好看 哪天我出去通告的时候 衣服可以丢 背着就可以出门了 就那个纸袋 对 就名牌的纸袋 对 然后外观很好看 我怎么听说有一些 网路上还有名牌纸袋在拍卖 还真的有人买 真的有 新他客之前有出一个防水的 那买来干嘛 装饰好看 拍照好看 就是真的好看 是喔 像那种就拍照起来 有一种休闲感 就是你不会拿包包那么的正式 然后你拿个纸袋就觉得 好像很贴近大家的生活 很难理解吗 好特别 对 而且现在纸袋 还有可以把它做成包包的方式 就是它会去帮你那个 你喜欢的纸袋 然后它会去外面帮你上一层 透明那种防水的 很像我们放桌子 不是有一个透明垫吗 防水垫 对 它就把它做在你的纸袋外面 然后帮你加一个扣子 或一个拉链 它就真的变成包包了 所以收集纸袋 真的很有意义 好真的耶 来 美玲老师 老师帮我们算一下 什么心灵比划的人 人生常常一团乱 是 来 我们来看哪一些 姓名比划的人生一团乱 我们有两种 有一种是它跟人际关系 把自己的时间都用给别人 然后自己的事情 却弄得一团乱 那另外有一种是 它的居家环境是比较一团乱 我们先来看这种第一种 是居家环境比较乱 我觉得真的是 你那个衣服 你放在那边十年没有穿 可是你一旦把它丢掉 明年就想到 对 真的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得不到永远最好 你就是遗憾最美吗 因为你穿不到她 你就会特别想她 但她在你身边的时候 你十年都不看她一样 好吧 无法反驳 我们先来看这种第一种 是居家环境比较乱 这就是看人格 当她的人格有二十块三十二块 那如果有对到属羊属兔的 那会更乱 你芸汐就有了 芸汐三十二 是 也太巧了吧 有二十块跟三十二块的人呢 就是天生会比较懒一点 所以你知道懒有分两种 有的人很乱 他的东西可能这里跟那里是乱丢 他会丢在他就近旁边 所以你的就近旁边是会特别乱 你的房间 所以你是习惯 就是说你看他很乱 但他觉得他很干净 他很整齐 我睡的那边刚好就是没有衣服 就旁边会一个人形这样 他睡觉的时候是会把他都推开 推成一个人形 他会习惯可能是我这边拿到的是衣服 这边拿到的是袜子 这边拿到的是食物 所以他的乱是会把东西堆在他就近 对 正气的乱 有的人的乱是可能有一些东西放到客厅去的 有一些是放到厨房去的 他是自己的房间非常凌乱 因为他要就近拿到 你被松鼠林卡住你的魂 可是我这是有规划的乱 会抓东食物回窝里 对 你只要动我的东西 我就找不到他在哪里 是 真的 所以别人看他乱 他自己不觉得乱 因为他觉得他自己知道说 我这手伸过去是拿什么 那你伸过去是拿什么 然后十五度角拿的是什么东西 所以有二十块三十二块的 他天生就不太习惯去动手动脑 所以他会在自己的凌乱当中 找到他的整整齐齐的方向 乱中有序 乱中有序 对 他就是这样子 所以相对的有这些比划的人 他很多事情他也比较没有理财概念 因为没有理财概念的人 他也不懂得把一些东西 不要的东西断舍离 有一些人的乱他会懂得说 好 那我可能我要再买五件衣服 我先去掉五件衣服 但是你的凌乱是一直堆积一直堆积 所以你要慢慢学会断舍离 就会在你乱中有序当中 就不会那么的凌乱了 所以尤其有属兔跟属羊的人 属兔跟属羊本身又是属于安逸的 如果他在安逸当中又再加上这个的话 就会凌乱会比他再更乱 有的人还把鞋子都堆到房间里面去 因为他回家起来的时候 袜子穿一穿 衣服穿一穿 我马上又可以穿鞋子 我也看过很多女生 把鞋子也堆在房间里面 你整理的话应该知道吧 鞋子堆房间会有味道 那个不好 对风水非常的不好 所以现在很多女生 为什么出去会被骂 或被人家怎么样 因为鞋子属晦气 所以很多的女生也会把鞋子 堆到房间里面去 那个最好不要 还有你们食物 你刚刚讲的 很多人就是他不想吃 他觉得说冰在里面 比较不会坏掉 所以很多人食物就是 东西都往里面冰 往里面冰 其实里面长霉了 长菌了 它还冰在里面 其实那里面空间也都是菌 可是我那个 我昨天真空包装的一个猪血糕 才过期两个月 那还可以吃 还可以 因为它是真空的 我真的跟你同一国的 可是我还随时忍痛 把它放到垃圾袋 下次给我 那可以吃 没有打开还好 但是打开的真的 最好不要放太久 不要把食物打开了放太久 或者是吃一半了 又冰在冰箱 那个对健康都会不好 对运势 对健康都会不好 我们的冰箱 其实就是我们的财库 在风水学来讲 那你的库都是冰一些会去的 那你怎么会有财进来呢 你的财进来也一定留不住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我们的冰箱的食物整理好 那代表你的库 你才能够收藏纳裤 你也才会有理财概念 所以我们一定要像有这一组的人 一定要好好的 你如果真的不愿意整理 你可以找人来整理 你只要买一件衣服 你一个礼拜就有人来帮你整理两个小时了 所以我们还是把它收纳好会比较好 另外一种的自己收纳是还蛮干净的 但是它可能时间都用在别人身上 我们来看这种的 这个就是地格 地格有关乎到我们的人际关系 所以当地格有十六话十八话 属马的人 你十六话 我有十六 你二十四话你收纳是很好 但是你会把 因为我们这一题是讲的 就是人生常常会一团乱的 你收纳会很好 但是你的乱是乱在你的管理 时间管理 对 你可能把时间 你看不惯笃铃这样 看不惯你妈妈这样 看不惯那个这样子 你把时间用在别人身上 但是当你自己 你却没有时间去打理你自己的 很多事情 所以你的事情是一团乱 我都在帮我妈妈整理 真的 这朋友好棒 这朋友很棒 因为他十六话讲义气 众朋友 所以朋友一通电话 他立马过去 明明是刚刚我要去做一件什么事情 但是笃铃打给我 我马上就过去 所以你永远把你的时间 用在别人身上 所以自己却一团乱 我们等一下加个赞好了 所以他可以帮你自己 所以有十六话十八话 属马的人就最好要把一些时间稍微留给自己 把自己规划 比如说好 那我可能 其实我们人际关系 藉由这次疫情也要断舍离 因为以前很多人时间多忙 然后都会一团乱 忙这个忙那个忙那个 都没有时间去管理说 你哪些朋友该交 哪一些不该交 你哪些时间该用在对的身上 哪一些是不该用的 你要留一些时间给自己 好好的把自己的人生 财力也好 或者是你的家庭的问题 或你的事业或各方面 你在职业上去成长的 你必须留一些时间给自己 好好的整理自己 你知道很多人都是忙于外面 在外面人际关系非常好 但是这些人际关系 不见得用得到 当你要用的时候 你认识谁谁谁 多大的咖都没有用 就是说你要把一些时间 留给自己 你才能够真正的把自己 很多的人际关系 或事业或家庭给打理好 所以这些 就是说这两种乱是不同的 虽然你是整理达人 但是要学习 爱自己多一点 那你人生会更完美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老师直接算到小日刀口 来 我们小日刀口是拥有 16万人数的YouTuber 有16万粉丝订阅 所以你曾经拍过一系列 教人家收纳的短片 可是 就是说你自己收纳很好 就像老师算的 你们家有一个会帮你捣乱的 就是你妈妈 对 你妈妈很不会收纳 他只懂得清洁 不要有灰尘 不要脏乱 不要脏 但是乱这件事情 他是没有办法控制的 是哦 对对对 因为我每次出去的时候 我都要帮我妈妈搭配衣服 这是我的工作之一 然后我每次 在帮她搭配衣服的时候 我去她的衣柜看 然后就发现 天哪 这衣服不是我国中时候 丢了衣服吗 怎么还在这儿 被捡回来了 对 因为妈妈舍不得 就跟刚刚那个压血的概念 是一样的 就东西是丢不掉的 然后妈妈舍不得丢 然后但是她不太会收纳 她就会一直塞 所以可能这件衣服 已经塞了十年 没有碰过 她也不知道 然后我都会帮她定期的整理 但是下一次 还是会看到她在这里 对 对你妈妈来讲 所谓的整理整齐 就是把零散 放在桌上十样东西 全部收在一起 堆在 挤在一个角落 对 像例如说好了 像我们 比如说我们客厅的桌子 有时候你可能会 来这边写个字什么 然后就会放一支笔 或者是你可能 做一些什么事情 然后就会把东西 放在这边对不对 那像我的收纳 我就会把物归原味 比如说笔就要放去书房 什么东西就要放回去这样 那妈妈不是 妈妈就 今天心情很好 我来整理一下好了 她就是把东西 靠好 就是一样在桌上 但是就是放在 把它排好 就把它排好这样 排排站把它排好这样 但还是在桌上 所以这桌子 就是还是没有使用的功能 它上面的体积 全部都被杂物占满了 那我们家好像也是这样 对 好像也蛮整齐的 这个什么断舍离的书 我也有买我也有看 然后每天的这个网络新闻 如何丢掉家里衣柜中 十样从哪 十样开始丢的我都有看 你说要准备进行收纳之前 有几项原则 有什么原则 那么她的这个难做到 断舍离的部分是 她们喜欢照顾家人 而且跟家人的关系 她觉得这是一辈子的 那么就算是小孩子长大了 那么巨蟹座 仍然是会不断地去 想要控制 想要照顾 想要依赖她的一个子女 那么相对的 如果说你是做 子女的巨蟹座 那么你对于父母的依赖 跟这种牵挂 也是很难做到断舍离的 你说要准备进行收纳之前 有几项原则 有什么原则 其实如果大家想要在家里 现在开始想要收纳的话 我觉得第一个大步骤 就是你把你的所有东西 全部摊开来 然后这全部摊开来 像你回去的时候 你就可以去分类 这个东西该出现在客厅 那你就把它分到这边 就很像我们在发牌一样 你要去分类 然后这个东西是卧房 这个东西是浴室的 这个东西是化妆间的 这个东西是客厅的 你就要把它分门别类 先分好之后 然后再依据他们的需求 去买相对应的收纳柜 或者是把它整理好这样子 很难吧 听起来蛮简单的啦 对 其实不难 就是要一直勤于分类 是啊 那很多人在整理东西的时候 最难的就是断舍离 这个怎么办 第一个方法就是你自己拿起来 然后你就看十秒 你就决定要不要丢了 该留 十秒 你就看一年内没用到 就是丢掉 没有啊 就会变成我们刚刚那种状态 第二个方法 找一个狠一点的朋友 来帮你断舍离 我觉得真的是 你那个衣服 你放在那边十年没有穿 可是你一旦把它丢掉 明年就想它 对 真的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得不到永远最好 你就是遗憾最美嘛 因为你穿不到它了 你就会特别想它 但它在你身边的时候 你十年都不看它一眼 好吧 无法反驳 你现在是讲爱情观是不是 一样一样 人生观也是 然后第三个就是 你自己去转换观念嘛 譬如说我一个月房租 假设一万五好了 我就这十平大的大小 那你堆了三平的空间 在这边换算下来 一个月花四千五 在这个 管理衣服上 你用不到的东西上面 四千五你可以买几件衣服 就像老师说的 你可以请人家来帮你打扫的 就是可以 你去换算一下 而且东西堆在那边 运也会不好嘛 然后心情也会很差 所以这些东西就是 试试 可以送给别人就送给别人 可以做一点善事 还可以打好人际关系 真的 好像蛮会说的 好吧 真的有时候我跟你讲 有人就想 我很喜欢出去度假 喜欢出去住饭店 住民宿 一定是好舒服好干净 其实我后来发现 真正的秘密是 装潢什么都还好 就是因为它东西很少 对 你从家里那一堆乱走出来 走到一个干净整齐的地方 你就会舒服 一旦你住一个礼拜之后 它就完了 对 因为其实卧房最主要 就是衣服很多 我们去饭店的时候 你仔细去看 它其实衣柜里面 就只有挂两件浴袍而已 它根本没有衣服的收纳空间 就很干净 可是家里最多就是杂物跟衣服 真的 所以你要推荐我们一些 好用的收纳小物 把一些 对 断不掉 舍不掉 离不掉的 还可以用的 先把它收起来 对 像是我们东西很多 像杂物类 配件类 帽子类什么的 有没有 然后我觉得就搭袜子 什么围巾 有的没有的 像你就可以买 像这种 橙籃 把它叠上去 然后你就是每一格 都是不一样的东西 你要的时候 你就把它拿出来就好 不要散落在椅地 就是把它放在这里面 分门别类放好 因为女生的东西 真的是超级多的 对 真的很多 对 所以一定要善用这些东西 这种橙籃 然后到顶的 对 你这个是买两个价高 对 因为现在大家的频数 都非常地小 所以我觉得东西 尽量你可以往上 垂直发展是越好 垂直收纳 那另外一个像是 我也曾经有推荐过大家 像是这个 我们可以去知名连锁家具行 购买像这种 麦字型的挂衣杆 那大家有没有挂衣服的时候 发现说 我这衣服挂了一半 下面的空间都用不到 浪费 很浪费对不对 所以我就找了像这个 小星的这个电视柜 然后你还可以放收纳格 就是放一些口罩 一些每一份的东西 所以善用下半部的空间这样子 你有没有这种 摸字型的这种吊衣杆 挂到它整个垮掉 垮掉 或者是歪一边太重 然后撑不回来 然后扭到那个头也裂掉 有 就拿胶带去捆它 看来赌铃哥就是有这样子的经验 有 我以前有过三个字连锁的大卖场买的 通常都会比较是这种属性的 但是这一款的话我用是目前没有这个问题的 其实我挂超级多衣服的 都没有掉 都没有掉 对 然后另外就是 我们在像我裤子很多 衣服很多 我觉得可以善用像衣架 像这种衣架它是这样子 回纹针型的 可以掉好多条裤子 它就可以掉超级多 那像我买很多 譬如说我这个就全部都是蓝色牛仔裤 那另外一个就全部都黑色的 或全部都白色 这样我自己比较好分类 因为我觉得收纳我自己是蛮重视美观的 所以我在收衣服的时候 我会去重视颜色性 就是会就是像服饰店一样 你要去排它的花纹跟它的颜色 然后尽量它有一个小小的技巧 就是衣架尽量要用同款的 对 因为如果你衣架不用同款 然后看下去就是会很凌乱 你真的是心情就不好 对 也没有比较诚心 但是我问你 你是用颜色做分类 你不是用春夏秋冬这样分 因为我一开始也是用春夏秋冬做分类 但是颜色就是凌乱到一个步行 后来我发现 颜色乱还是春夏秋冬 还是季节乱 就是你会看上去你视觉上 就会觉得非常凌乱 我们拍照也不好看 所以我觉得照颜色分类 你看起来是一个大色块 就不会觉得是很多花纹的感觉 颜色来分 但是赌影哥你知道吗 像小日导火它会收纳的 就是用这种 我们这种的话就会有门 就尽量有门 你衣服丢进去不用折 把它关起来 就都看不到了 对 然后打开的时候 全部都会掉下来 对 然后另外因为像我自己 很多非常非常多的化妆品 然后每个女生 应该都有几百条口红 所以我觉得市面上 有很多像这种化妆品 收纳的这种收纳小物 都可以善用 有这种格子 对 上面收口红的 对 比较短的口红 我非常推荐像这个 我刚刚有说过 收纳可以直立式发展 所以就是往上去收纳 这样子 这样你也比较好分辨 或者是有另外一种 是这种旋转型 因为有时候是我们的 那个口红比较长 然后就可以像这种擦的 会比较好 又可以旋转 口红真的很多 对 口红真的很多 这只是局部 那口红应该有三千条 然后还有就是像这种 气垫粉柄 也可以像这样直立式的 把它收好 然后我们也可以一目了然 就可以知道说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什么 因为这种东西 真的很容易不见 很容易找不到 这个东西我自己 这些东西很喜欢 就是我们如果 有那个化妆棉 棉花棒 这种非常需要 清洁卫生的东西 千万不要就是乱丢或什么 因为那个真的是 会很多细菌 所以我就会买像这种 收取也方便 放在一个 一个压克力的透明盒 这里 对 像饭店这样子 干干净净的 对 但是如果大家就是 没有那么多预算 买收纳格的话 我推荐剑大家就是可以把 其实你平常买东西 或者一些礼盒 比较漂亮的 你就可以把它留下来 你也可以善用 但是我们要问一下 艾菲老师 哪些星座的人 他最难断舍离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星座图板 最难断舍离的星座 我们请观众朋友 参考一下 你的太阳星座 还有上升星座 那么我们来宾的 太阳星座 小日刀口的太阳星座 是金牛座 上升是双子座 那么我们的这个 云西的太阳星座 是天平座 上升星座 是天蝎座 我们来看一下 两位来宾呢 以及观众朋友 有没有谁上榜 第三名上榜的 这个太阳跟上升星座 如果是巨蟹座的朋友 其实是很难做到断舍离的 那么巨蟹座 是在哪一个部分 难做到断舍离 这个断舍离 不只是限于物件 其实我们在亲情的部分 在巨蟹座的部分 其实也是很难做到断舍离的 那么他的这个 难做到断舍离的部分 是他们喜欢照顾家人 而且跟家人的关系 他觉得是一辈子的 那么就算是 小孩子长大了 那么巨蟹座 仍然是会不断地去 想要控制 想要照顾 想要依赖他的一个子女 那么相对的 如果说你是做子女的巨蟹座 那么你对于父母的依赖 跟这种牵挂 也是很难做到断舍离的 那么如果以巨蟹座来讲的话 他的物件部分 最难做到断舍离的部分 是在他的食物的部分 在他的那个储藏 在他关于厨房 关于冰箱里面的 食物的部分的这个储藏 他最难做到断舍离 那么再来看第二名的朋友 太阳跟上升 因为我那时候跟我哥哥 他没住 然后我子女 大概两岁吧 才刚学会讲话 然后有一天晚上 他就是都不睡 然后他妈妈就一直骂他说 你为什么都不睡觉 都已经几点了还不睡 他就一直大哭大哭 然后他就说 我不敢睡 然后他妈妈就说 为什么你不敢睡 他就说 有人在看我 他就 哪里有人在看你 那么再来看第二名的朋友 太阳跟上升星座 如果是天蝎座的朋友 也是最难做到断舍离的 我们的芸汐的上升星座 就是天蝎座 那么天蝎座在哪一个部分 更难断舍离呢 他是关于这种既恨既仇的部分 是属于爱翻旧帐的类型 我不晓得我们的芸汐 在感情的部分 是不是很难做到断舍离 特别是关于过去的感情 过去的爱情 过去的爱人 或者是过去情人送的一些礼物 或者是衣服 比较会难割舍 即使已经很久没有联络了 但是他送来的卡片 或送来的一些什么香水 还是很不愿意丢掉 或是不愿意送人 关于这种情爱的记忆的部分 或者是情人 或者是小学同学所送的礼物的部分 他是很难做到断舍离的 再来看第一名的朋友 太阳哥上升星座 如果是双鱼座的朋友 也是很难做到断舍离的 没有双鱼座的朋友 是哪一个部分呢 他是关于感情的难舍 情爱的纠缠 这是比较是属于 如果说遇到一些坏感情 或者是不好的对象的时候 应该要很理智的断舍离的部分 那么在双鱼座 在这个部分上面 他就会比较陷入到一些情绪的纠缠 他觉得说我们有一段感情 我们有一段回忆 我们有一段故事 那么就算是说现在的相处不愉快 但是过去的这些美好记忆 他仍然是想要把它把握 或者是保留 那么就比较难去割舍这个感情 所以有上榜的朋友 巨蟹座 天蝎座 以及双鱼座的朋友 在这个生活当中比较难做到断舍离 给大家做参考 谢谢老师 不过就像老师讲的 如果你家里面环境很乱 其实你的磁场会乱 你的思绪会乱 就会影响你的运势 所以你们也都曾经住过某个房子 让你们的运势有点低迷吗 对 像我刚开始上来台北要念大学的时候 我一个朋友帮我找了一个 那时候都是女子的宿舍 在学校附近 然后那时候那个状态 它那个 它是一个雅房 它也不是套房 那状态 因为我没有上来看过 一住进去之后发现 你没有上来看过 你直接租了 对 我直接请朋友帮我看 因为朋友跟我说 那边的房东人很好 然后这边都是都住女生 我想说那很安全 是 就你进去有发现 妈呀 怎么比我还乱 会吗 是还好 因为进去是不是空的啊 只是那时候睡的是上下铺 然后墙壁就是有龟裂 就是那种裂痕 然后那凤凤还会跑出小蟑螂 但是住到后来之后才发现 为什么每天都在跟蟑螂睡觉 它不会跑出来 它只会 你会看到那个裂缝里面会有两只这样 这是什么啦 蟑螂虚会先伸出来这样 对 然后这样子就算了 就算了 那个天花板还会漏水 然后那个厕所 因为我们住亚房 所以很多很多的那个房客 跟我们一起同样使用那一间厕所 那个厕所就很像是 大概几人用一间 可能将近快八九个人 就接近十个 但是都是女生 但是女生不是重点 是她那个厕所 长得很像我们前一阵子 有在玩一个游戏 然后它里面的那个砖 很像很旧很旧那种 一颗一颗小石子的那种 那种磁砖 就是很旧很旧式的 像阿嬷的那种 那种会看到的那种 然后灯光又很昏暗 返校吗 对 返校 对 那种很恐怖的 然后灯光又昏暗 就一颗灯泡 然后有时候时不时还会在那边散 好恐怖 但是那时候就觉得 算了 就是看能不能 因为我们真的也没时间找房子 然后一签约就是要签一年 然后顶楼漏水 房东时不时就会来关心一下说 还是穿着浴袍 穿着浴袍四脚裤 上来我们顶家五楼 男房东喔 男房东 然后他是住在一楼 他是住在一楼跟 一楼是他办公室 他住在B1 他时不时就从B1一楼 然后跑到五楼说 妹妹啊 我来看一下 你最近住得怎么样 然后我们都说 OK OK 没什么事 结果门要一关的时候 房东的手立马挡出来 妹妹啊 就是挡 他不让我关门 他直接挡住 然后说妹妹啊 我们再聊一下 最近还有什么什么 有缺什么东西吗 我心里想说 我就缺就是钱了 真的没有啦 然后后来他就说 如果没有的话 那个上次那个顶楼漏水 我再来找那个 那个修水店的来看一下 然后结果没多久 他真的找了修水店的来看 但是在早上约末七八点 其实甚至有时候 还没上课的时候 他自己拿钥匙开我的房门 这个最恶心 他直接开我的房门 好恐怖 然后因为正常女生睡觉 不会穿很多 都是那种比较简单 或是内衣裤 就这样而已 因为我们那是女子宿舍 所以没有想那么多说要包很多 结果他一打开门的时候 还好我有按锁 一听到 砰的时候 他说 妹妹啊 你怎么锁起来了 我要来看那个 漏水耶 我想说你在说什么屁话 当然要锁起来啊 然后他自从那一次之后 跟我的那个室友就开始 对这个房东很怪 就觉得很怪 然后有一次要去缴房租的时候 那房东跟我说 妹妹啊 我在吃冰 不然你陪我陪 就叫我坐在他旁边陪他吃冰 我说房东 我只是要来缴房租而已 我说我缴完我就要走 他说没有 你等我这支冰棒吃完 我再帮你算 我说什么意思 缴房租还要陪他吃冰 然后就坐在旁边 然后我就说房东不用了 我就直接算算算算算给他 我说好 没有错 我就直接走了 结果那一阵子真的发生 很多很多的怪事 甚至我要去 那时候念书要考试 期末考的时候 骑脚踏车 莫名其妙链子断掉 正常都是烙链 就是那个链子掉下 我是链子整个 很像被剪断那种 就直接断掉 然后整个大迟道 那一阵子真的是 碎到一个爆炸 是喔 对啊 那小日 所以你也曾经住过一个地下室的房子 对 我那时候住在那里的时候 我每天晚上都会做噩梦 而且是很长的 就像看鬼片那种 不重复的 每天都是不同的剧本 然后我那时候每天睡醒第一件事 我就是在床头摆个日记本 一醒来就先把故事记下来 因为我怕哪一天如果我成为知名导演的时候 可能会用得上 你真的可以喔 记本很多 然后我那时候坐在那边的时候 确实也是有 也是比较不顺 那时候我一年大概出五次车祸吧 我还有一次被公车撞过 这太夸张了 就是我那时候是红灯 然后我就停按那个机车阁 就这时候后面的那个公车 它刹不住 直接从后面撞上来 然后我直接喷出去 然后我飞一个半 我突然抛物线掉下来 我那天还早八个课 我还是去上课的 我就掰开然后去上课 那一阵子就是非常多的那个 出车祸或什么的 然后有一天晚上 因为我那时候跟我哥哥他没住 然后我侄女大概两岁吧 才刚学会讲话 然后有一天晚上他就是都不睡 然后他妈妈就一直骂他说 你为什么都不睡觉 都已经几点了还不睡 他就一直大哭大哭 然后他就说 我不敢睡 然后他妈妈就说 为什么你不敢睡 她就说 有人在看我 她说 哪里有人在看你 她说 上面有一个人在看我 我姑姑是就是有在修行这样子 有一次她就来我们住的那个地方 她就说 因为我们那时候住的那个地下室 以前是河 所以说河田平的 所以可能 那个地下室就是你知道吗 就是可能会有一些残骸 或者什么在那一个河这样 正边 另外还有住过第二间房子 那个房子呢 这次不是地下室的 这次是有楼层的 但那个房子就是非常 也是返校系列的 就是也是非常的老旧 然后墙壁都会有壁牙 什么的 非常的潮湿阴暗 住岸那边的时候身体都不好 然后我们家人的身体也都坏掉 然后我哥哥 因为我哥哥那时候住在那边 住了一阵子 他本来以前工作运非常好 一个月就赚超级 也没有到 就是他一个月就赚不错 就赚蛮多钱 后来搬到那边之后 开始就是都赚不到钱 然后一蹶不振 然后有一天我们要搬走 就搬走之后 我妈就雨中心长地跟我讲说 其实那个房子之前有发生过一件事情 他那时候我们签约搬进去的时候 楼上的老奶奶跟他说的 说什么 但他一直都不敢跟我们讲 因为我们已经签约了嘛 他就说 这样的人比较容易抗压性强一点 例如说别人对他什么批评 他觉得当然也会难过也会受伤 可是他就会比较容易想得开 那没压眼的人 眉毛压眼睛的人 就是会太过于在乎别人的想法 所以有时候如果你要当网红 就像刚小树刀口分享的 就是你的心理素质一定要强大 那像这样的面相来讲的话 他心理素质通常比别人强大 他觉得我就想做我想做的事情 有一天我们要搬走 就搬走之后我妈就语重心长地跟我讲说 其实那个房子之前有发生过一件事情 他那时候我们签约搬进去的时候 楼上的老奶奶跟他说的 说什么 但他一直都不敢跟我们讲 因为我们已经签约了 他就说 在你哥睡的那个房子 那个房间里面 有一个老奶奶在那边上吊自杀 这件事情我哥到现在还不知道 他可能现在知道了 但我哥真的那阵子就是非常非常低迷 没有办法振作 我问一下汤老师 因为其实好多人现实生活的压力 因为可能真的没有钱租到更好的 或者已经签约了 或者各种理由 就是没有办法 真的没有办法搬家 那这个什么样的风水摆设 可以让人不必花大钱就可以解决煞气 然后把它轻轻转为好运 是 应该说本身如果磁场有问题的房子来讲的话 我觉得当然大家还是要记住就是你居住的有几个步骤 例如说你今天住的像地下室的房子 当然就还是要避免 因为毕竟地下室的房子 除非它的日照很充足 因为我们讲我们是活着的 一定要住洋宅 所以你的阳光空气水 这三大要素你一定要掌握到 所以阳光真的很重要 所以地下室通常日照不好 可能潮湿阴暗 对你的健康 还有这些磁场的状态 如果阴气比较重 也都容易会有这些问题 那如果说真的住到这种凶宅类的话 当然就是自求多福 因为每一个人的磁场感应不同 但我相信他们也不会害你 但是因为在这个空间当中 他已经有往生的时候 还有这个怨气 有这个怨气在这个磁场的时候 其实确实会比较容易干扰 那假设如果你有一点宗教信仰的话 当然你给他多一点的宗教上的祝福 让他可以更减轻他的痛苦会更好 当然我觉得这个都是比较 看每个个案会有不同 但是如果说我们今天讲普罗大众的话 我们要掌握几个居家风水的问题的话 一定要注意 就是你今天不管租房子或是买房子 家里的门是风水当中最重要的一个地方 例如说门主罩是阳宅三要素 那门就有分像大门 房间门跟厕所门 如果说你今天家里面一住进去就吵吵闹闹 然后大家的意见都不合的时候 犯口舌是非会很多 就像刚刚美音老师说的 如果你的家里 你可能门口旁边或房间堆了很多的鞋子 那就会变成什么 口臭门 尤其如果你真的会流脚汗或是那个鞋子很臭的 那你的门口一进去全部都臭味 那也会有一个位上 还有如果你的家里面的门大大小小不一样 有一些人有一些的房子里面 那个门有些开得很高 有些开得很宽或很窄 如果大小都不一样的话代表什么 家里面的人住进去 意见每一个人都不同 每一个人都很有自己的想法 跟他的讲话的一些话语权 所以你会觉得住进去口舌是非很多 还有一个就是门对门 斗口煞 代表就是说 比较容易会有一些争斗的事情 那门也有分 例如说有被凉压的 或是开门见到闭刀的 等等的 这些都会形成一个门的煞气 好 那我们要如何让自己住在这个地方 因为如果说你租房子 你更无法去选择这个门 到底我要开得多漂亮 对不对 好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建议大家可以挂一个 有开运元素的风水帘在上面 举凡我们刚刚讲门对门或凉压门 或者是你遇到一个必到的问题 好 假设有这个问题的话 开运风水帘有几个要素 先跟大家介绍一下 第一个就是五行要俱全 五行是什么呢 就是木 火 土 金 水 那木就是绿色 火就是红色 然后土就是黄色 那金就是白色 那水就是蓝色或黑色 那尽可能在这个门帘上面 要有这个五行的元素 因为五行的元素 代表就是说 你的门可能会开到不同的方位 那假设它开到记的方位 不好的方位 那五行就可以把它做一个转换掉 或者是你本身命格有缺什么的 那刚好你这个门的宅相开得不好 那就是可以帮你做一个补墙 那第二个呢 你可以上面呢 可以选择有一些吉祥的一些图腾 例如说大家很喜欢路嘛 路的话代表有采路 有福路的意思 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个门呢 变成开财门 开福门 所以有一个路 这个路呢 就是有这种头脚蒸笼 让你呢 就是在不管哪一年当中 你进出都会有路马财 一路平安 好 那另外呢 还有一个什么 蝴蝶 像有时候古代呢 很多窗花上面呢 都喜欢用蝴蝶 或是蝙蝠有没有 代表福气的意思 所以你也可以取其妙意 有一个蝴蝶的一个象征 代表福气双蝶 再者呢 你也可以用什么 葫芦 葫芦呢 就是中国当中呢 我们华人的社会 最喜欢用葫芦 它是化煞神器 葫芦呢 也是福禄 也是可以去病气 跟化煞气的 所以如果说 你的门帘上面呢 有这几个图案呢 都可以代表什么呢 代表你的这个门呢 变成一个很吉祥 取其妙意 那进出当中呢 你都可以得到平安 跟富贵的加持 那再来就是说呢 这个门帘呢 建议大家就是 如果有些人不喜欢 挂那种长布脸 有时候觉得 他没进出 都还要先来先去 那你就可以选择 这个门帘呢 有个文公词的极数 或者是有水晶的元素 因为水晶本身 有天然的磁场跟能量 代表就是说 让你的门呢 更增添贵气 你知道我们门 就是一个人的门面 你就可以想象说 我今天这个大门 或是房间门 有多重要 大门掌管的是 一个家里的宅运 那如果你的房间门呢 是掌管居住在这个房间 里面的个人的运气 所以如果你觉得 你自己的人缘不好 或是家里面的人 看到你都好像意见不合 很想要跟你斗嘴 那你的房间门呢 就不可以太脏 例如说 上面有些人 有蜘蛛网 有没有 就找我们的小六导口 帮你做一下 清洁收纳 对不对 那例如说 可能你的有蜘蛛网 或是你的门不挡风 例如说有裂缝 等等的 赶快去修补 因为优关着你的财运 跟人际关系 所以我们要增加贵气 就在门上面挂一个水晶 的材质的风水帘 会帮助你在门面上 或是财运上 都可以蒸蒸日上 好运不断 谢谢老师 来我们休息一下 今天的广告马上回来 我去年的时候 刚加入啦啦队 加入棒球的啦队 对 棒球的啦啦队 然后很多人都不能够谅解说 你为什么要倒退的走 怎么讲倒退呢 因为很多人的观念就是 啦啦队之后上去 才会是艺人 很多人都是拿啦啦队 当一个跳板 进演艺圈 然后他们就觉得说 为什么我已经是艺人 就要回去做啦 欢迎回来《命好玩》 我们今天难得请到一位 网红 算网红吗 小日导口 算网红 就是YouTuber 所以你原本在广告公司行销 那怎么会想要成为YouTuber 因为我原本就是做办公室 我就觉得 做办公室领薪水的 对 我就想说 我人生不是为了做办公室 天气这么好 我应该要去体验人生 我一开始是做广告设计 广告设计本身就已经是 加班加到死的那种性质的工作 后来我又开始写部落格 写文章 周末都是在做这件事情 都没有修设 顶多是找一个 漂亮舒服的咖啡厅 然后在那边一直打一打 没有 没有 你人那个都没有 没有 没时间 就是没时间 就是整天都在想说 我应该要写什么样的主题 我应该要 就是什么样的内容 要做功课什么的 然后后来就是因为都没有休息 所以我就生了怪病 我住院住一个礼拜 发高烧 都找不到病因 那是潜意识 从内在的潜意识来排斥 对不对 我那时候是躺在急诊室 然后所有科医生 所有每一科 妇产科什么什么 内科外科所有医生 就站在我前面 他们在我前面开了一个会议 没有一个人找到原因 我已经全身健康检查 还是找不到到底发生什么事 我爸一直说我卡到瘾 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说 不行不行 我不能这样下去 我一定要选一个 我不能就是这么弹心 所以后来我就觉得说 我人生是我自己的 我应该要做我自己 真正想要做的事情 想做的事情 对 然后 可是家人也不太明白这个东西 你会觉得这个东西 对 现在家长 他说我工作要辞掉 我要做YouTuber 对 他很想说YouTuber是什么 现在这个已经变成了一个职业 对 是365行之后 又多了一个工作对不对 对 他是新媒体新产业 所以家人其实也不懂 其实我们可不可以这样解释 跟我们这个爸妈解释说 YouTuber就是他自己开了一个电视台 对 自己制作 自己主持节目 自己设定内容 对 自己主持自己制作 对 自己有自己的节目 然后你可以任你发挥 那爸妈就会问说 那谁给你钱 你有工质吗 我有工质 你有工质吗 当然要有工质 所以你就开始就做YouTuber 那你的节目跟你的频道的内容 大概是什么 我的节目的内容就是都是 譬如说讲化妆保养 然后还有收纳居家的 还有旅游这些东西 就是女生会比较喜欢看的话题 然后有时候还会有投资理财 或者是还会有讲两性的 对 非常琳琅满目 因为其实我觉得 那会不会比原来上班更忙 会 其实 我现在根本没有休息时间 我那时候已经没有休息时间 已经身体坏掉 我现在更没有休息的时间 最困难的部分是什么 我觉得最困难的是 你不能停止学习 因为我觉得当上班族 很容易就会一成不变 你就会觉得说我只是上班 下班就没有事了 可是我觉得做这个工作 没有人会给你方向 你就是要自己一直不断地充实自己 然后因为拍影片 你等于是一直把自己掏空 一直把自己的东西给别人 可是你不可能永远都在讲一样的东西 你要一直不断地吸收 然后变成浓缩成一个精华 再给别人 所以这个过程是非常的 真的很辛苦 对 因为你看像我们节目 都有专业的人在编剧 专业的人在做制作 专业的人做前置 专业的人做后车 专业的人做灯光 你们那个全部都自己做 对 现在我觉得蛮多人 会想要做这个工作 其实这个工作门槛真的很低 每一个人只要有 可以拍照 露营的设备就可以做 你只要办个账号就可以 但是我觉得做这个工作 真的非常具备 心理要非常的强大 心理数字 对 心理数字要 对 压力很大 而且我觉得第一个是 你要有内容 你要有知识 第二个你表达力要很好 你不能都讲一些废话 第三个是你要非常会表演 你要很生动 不然讲话没有人要听 第四个最基本的 不怕镜头 因为有些人真的会 看到镜头会另外一张脸 你知道吗 就会变另外一个状态 然后第五个我觉得最重要的 就是脸皮要够红 要不怕丢脸 那个好难 我觉得我们在摄影棚里面 大家就是工作 对 但有时候看到一些 YouTuber或者是自己拍 可以自己拿一个手机 就自己一个人 对 他可以自己跟自己对话 如入无人之境 听风景好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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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讲 自己演 自己坐在咖啡厅里面 对 旁边人家都在晶晶喝咖啡 自己在那边 跟人家 在那边一直讲一讲 还要假装跟人家对话 不是只有这样 他要说 那你们觉得这好不好喝 那如果觉得好的话 帮我扣1 如果不喜欢的话 帮我扣2 这样要一直对话 你要假设他有在跟你回应 会人格分裂 对 我觉得是另外一种表演 那个不容易 还好我上身在双子 所以就是这个部分 所以本身就有 天生就有分裂 对 天生有分裂 难怪很适合他 那你几天要出一只片子 我其实蛮长的 对 我之前最高产 大概两天一只 算起来 其实两天一只算很累很累 对不对 对 因为我要准备 要准备道具 要准备内容 要准备拍摄时间 还要后置 自己剪吗 对 我现在没有 我现在有团队在帮我剪的 不然我真的会死掉 所谓的团队剪是多少钱 剪一只 算一只 我觉得这个不太一定 因为有些是算值的 然后像我的话 我是阅聘的 对 你已经在请人了 他好强 你已经 已经付人家薪水 在帮你做剪接了 现在是老板 就是打他当事业在请 老板本人 是啊 老板本人 他又多另外一个压力 对 你要付一个人薪水 我等于是要付他的责任 对 对 两活一个家庭 但是我刚好跟他聊过 他是一个很好的老板 他真是好老板 我刚才问他 有没有缺员工呢 我跟你讲 好老板不一定活得久 怎么突然露出这一句 突然觉得压力很大 人好是去当好人的 人好不是来当老板 老板要有老板的专业 对 来问汤老师 什么守面相的人 可以当网红 是 网红顾名思义就是说 他在各行各业当中 他可以就是有展露头角 然后被人注目 被人看见 然后达到是一个名声 名利双收 那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你是一个面相 有一个伶俐的面相 长怎样呢 很明显就是嘴巴 对不对 好 嘴巴的话 就是要 就是你的伶角要很分明 其实在座的两位都有 这个伶角 对 就是他的上唇 这个纹路要非常的明显 而且嘴巴也要比你的鼻翼 还要来得大 好 那嘴巴怎么样算大呢 我们今天有教过大家 就是你的眼头 画两条直线下来 虚线下来 如果你的嘴角呢 有超过你的两个眼头的话 代表呢 真的你就是大嘴巴 不要怀疑 对 当你的嘴巴呢 笑起来大 或是看起来比较大的话呢 确实又临角分明 这样的人呢 其实是能言善道的 讲话呢 可以掌控整个大局 例如说今天这个场面 需要一个人来去炒热气氛 或是有条理的分析某一件事情 那遇到这样的嘴型的话呢 他讲话就会很动听 然后别人就会说 哇 真的很有道理耶 好像无形当中呢 会帮别人什么洗脑 对不对 所以其实他像这样的人来讲 就是能言善道 然后引人注目 那其实平常 如果你没有这样的嘴型呢 像女孩子的话 就可以借有一些彩妆的方式 把你的唇线化得明显一点点 或是经常微笑呢 也可以帮助呢 你的这个人缘也会变好 尤其呢 像我们的小柳刀口 他笑起来的时候呢 他的嘴角是上扬的 对 嘴角上扬呢 其实就是天生会带一个好人缘 所以有时候有些人不笑 就有嘴角上扬 这种就是更加分的 对 代表你天生会有更好的冷气关系 好 那第二个呢 就是你有没有长了一个 一副让人家觉得很好感 好 好感的话看哪里呢 就是看 这个眉毛的地方 好 眉毛呢 微微的弯曲 好 当然眉毛一定是弯弯的啦 但是呢 没有到很弯 就微微的弯 但是呢 没有什么 没压眼 就是你的田宅宫是很宽的 那我们的小柳刀口呢 田宅宫蛮宽的 对 田宅宫怎么去测量呢 就是呢 拿你自己的手指头 然后横横地放上 横放这样放着 假设可以放进去一根 或是一根又多一点空间 代表宽 但是这种宽呢 不是表情很惊讶的宽喔 有一些表情很惊讶那种不算 就是它就是饱满很宽的 代表说呢 这样的人呢 比较容易呢 抗压性强一点 例如说别人对他什么批评 他觉得当然也会难过也会受伤 可是呢他就会比较容易想得开 那没压眼的人呢 眉毛压眼睛的人 就是会太过于在乎别人的想法 所以有时候如果你要当网红 就像刚刚小柳刀口分享的 就是你的心理素质一定要强大 那像这样的面相来讲的话 他心理素质呢 通常比别人强大 他觉得我就想做我想做的事情 那我的人生 我自己的逻辑 我只是单纯跟你分享 那你信不信与我无关 所以呢像这样的人来讲的话 他自己本身有自己的一些 智慧领悟会比别人高 所以自然呢 他在每一个行业的领域当中呢 都会有独到的见解 算是蛮厉害的 好 第三款呢 就是名气的纹路 如果你的首相呢 有一个名气的纹路 看一下 当你有走到这个比划的人 代表说你虎年即将 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成长 就是说你必须把以往的 这些事业体 你必须去做一个晋升 做一个提升 那你未来这一年呢 就会非常非常的好 但是我们有走到 事业运的时候 不见得在这个时候 是一定赚到钱 第三款呢 就是名气的纹路 如果你的首相呢 有一个名气的纹路 看一下 就是看我们的小指头的下方 这叫水星丘 小指下方呢 如果有这样子的指纹 有没有 那你的指纹呢 越长越好 或者是呢 你的无名指的下方有指纹 无名指的下方呢 代表什么 代表太阳线 如果你的无名指跟小指的下方 都有指纹 而且不止一条 可能有两条以上 而且都很长 长到哪里呢 例如说 可能长过你的感情线 第一条感情线 或者是小指下方这个直线呢 有长到这个 这个手刀的地方 就是小指的外部的边缘 到月秋的部分的话 哇 那恭喜你 这样的人来讲的话呢 是桃花很旺盛 他只要没讲一个主题 或是一个话题呢 都会造成很大的回响 就好像是现在有很多人会 那个流行的先驱 有没有 可能他就是某个领域当中的 佼佼者 可能是做保养品的啊 可能是做任何一个 任何一个话题的 他都可以 因为他就有这种 带风向的能力 所以呢 尤其有这个无名指下方呢 有这个太阳线越长的 然后又有这一个 小指头下方有直线的 代表就是一个 名利双受的纹路 他可以先以名代曆 所有的好运呢 财运呢 都会因此而来 第四款呢 就是人缘的纹路 好 人缘纹呢 看我们的这个 首相的部分 哇 就是首掌的这个边缘 然后呢 由月丘 然后向掌心发展的一个纹路 大概就长成这样 就是在我们的这个 手刀的地方 叫月丘嘛 月丘这边有一个纹路呢 是这样横向发展过去 借由你的生命线跟智慧线的中间 如果有这样的横纹的话呢 这个人真的就是天生的人气王 例如说呢 可能大家跟他相处呢 有些人 去一个店里面吃饭 可能那个店都没有人 但是呢 有没有发现 一坐下去之后 那个人就来了 对 有 然后生意都接不完 对 他是待望自己 也待望别人的 他就是有这种 聚集流量的一种人气 所以是蛮厉害的 所以像这样的人来讲的话 特别适合呢 去做一些公共关系的业务 所以这种人就是真的 每一个人看到他 都喜欢跟他接近 为什么呢 因为他看起来就是 无害的时长 所以如果你有这样的手相的话呢 也特别恭喜你 就是人见人爱 所以以上呢 如果你有这四款手面相的话呢 赶快把相机买好 麦克风价好 可以准备当网红了 芸汐说之前 你有个艺名叫嗨奖 对 其实我之前上 《命运好好玩》的时候 都还是叫嗨奖 对嘛 我就记得你面所 你以前叫嗨奖 对 以前叫嗨奖 然后因为那时候 常常被乱叫 叫做什么叫Q奖 叫嗨奖 什么就没有一个叫对的 因为我之前是团体出身 然后团体解散了之后 变成个人之后 很多老师都说 你不要再叫绰号了 他说绰号比较适合 在团体里面 所以就叫我去找了一个 三个字 就是很像我们名字的 这样子的一个 很确定的自己的名字 对 名字这样 然后因为我本名是姓郑 然后老师算一算都说 你属龙姓郑 什么不好 什么一个盖子盖住龙 冲不出去什么什么之类的 然后他说那你 我建议你改姓汪 改姓汪 改姓汪 他说汪 汪有什么水 然后龙什么水 然后什么是一个王 什么之类的 然后后来就帮我算了一个名字 是叫汪佩颖 就是有带水 又有带王 因为我的颖是预字簿的 然后老师就说 不要用本家姓 然后那时候可是 改完之后就不知道为什么 一直还是不上不下 然后自从前一阵子在我去年的时候 改名叫芸汐 因为我改名的老师 主张是本名跟艺名一样 因为有些老师是主张艺名跟本名 不要一样 对 然后我那个老师主张是本名跟艺名一样 因为你叫一个名字 就代表你一个人的性格 就如果你本名是一个名字 你艺名又是一个名字的话 那就很容易会有双重人格 就是比如说我可能本名叫什么什么 然后艺名又叫什么什么 然后家里的人都叫本名 然后外面的时候都叫艺名 很容易会有双重人格 所以我那个老师就蛮主张就是 直接本名当艺名用 啊姓名那个姓 本性没有办法改 所以症就不要在艺名上出现 就直接叫芸汐 有这样的说法喔 对那改了之后 个人觉得蛮顺利的 但是我的很多粉丝都不能够谅解 甚至我身边的朋友 因为我之前是从 嗨讲的粉丝不谅解 对对对 因为那时候是从团体 然后解散之后 他们就觉得说你已经出道过了 你也出过唱片 然后发过专辑 都做过为什么我要去加入啦啦队 我去年的时候刚加入啦啦队 加入棒球的啦队 对棒球的啦啦队 然后很多人都不能够谅解说 你为什么要倒退的走 怎么讲倒退呢 因为很多人的观念就是 啦啦队之后上去才会是艺人 很多人都是拿啦啦队当一个跳板 进演艺圈 然后他们就觉得说 为什么我已经是艺人之后 要回去做啦啦队 但是我自从加入啦啦队之后 不管是人气还是收入 其实都蛮明显的成长 所以我其实 因为我自己也觉得就是 职业没有分什么 贫贱之分就是我觉得任何的职业 都是都是应该正向去看他 没有说什么谁比较高啊 谁比较低 所以我那时候就是换了名字之后 换了一个工作 整个运就好很多 真的希望你越来越顺 希望可以 虽然是说走回好像原来的团体 但是重新走一遍 就会越走越成熟 谢谢来接下来美玲老师 什么姓名笔画的人 虎年的运气 虎不浪 好 我们来看 什么样姓名笔画的人 五年的运气可以虎不浪 我们先来看这种 我们来看总格 当你的总格有 三十八话 三十九话 四十八话的人呢 总格也就是代表 我们的事业底 总格就是我们的三个字加起来 如果单名呢 也就是两个字加起来的总格 当你有三八 三九 四八的人呢 虎年财运是很好的 有这些笔画的人 你们有吗 有 芸汐有 虎年是明年吗 这个 是吧 今年快过了 我们讲到运势的时候呢 现在很多人改名改姓的 我们只要讲到运势的时候 一定是你出生名第一个名字 所以一定要算你出生名的第一个名字 才是你的运势 当你有走到这个笔画的人 代表说你虎年即将有一个 很好的一个成长 就是说你必须把以往的这些事业体 你必须去做一个晋升 做一个提升 那你未来这一年呢 就会非常非常的好 但是我们有走到四月运的时候 不见得在这个时候 是一定赚到钱 但是如果你在走到这个运的时候 你有把你的事业的品牌 或者是你的知名度提升 那明年肯定是会赚到钱 那我们来看 就是说当你的品牌 你的知名度有扩充的时候 这也代表说很多人可能在 之前做的产业 可能是一个夕阳产业 或是一个传统产业 他必须在这个时候 重新去做一个新的方向的转变 那也会比较好一点 不能没守成规 那如果说你有走到这个运的时候 再加上我们来看 我们讲过你事业运好 一定要财运在好的时候 那肯定在虎年一定会旺旺来 那我们来看人格 人格有就是我们的赚钱的工位 所以当你的人格 如果有15化 21化 24化的人 那这个是财运非常非常的好 人格就是说 以往你有付出的 在这个时候一定会有回收期 但是如果你在这个前面 你都没有付出的 或者是你在这个时候 才去换新工作 或做新的产业 他一样会有财富 但是没有以往的那么多 如果你已经这个产业 已经前面就有付出了 那你即将在虎年 会增加你的收入 但是如果这个时候 你才要再去换新的工作 换到的工作 薪水会比原来的多一点 那如果说你的产业是重新开始的 也会有 也会有这个收入 但是就没有以往 先付出的那个财富多 但是如果说观众朋友 如果你人格有这些笔画 再加上你总格有这些笔画 那代表说 你现在转型的这个产业 其实是不错的 是可以好好的去 如何去做延伸发展的 那如果说你不是延伸的话 那也代表说你在这一年 你可以去拓展你的这个新的通路 财运会更好 所以你这个方面是蛮好的 我们恭喜你 在虎年会红不让 谢谢 谢谢老师 来 接下来阿菲老师 塔罗占卜 未来一个月我可以战胜困难吗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塔罗牌测验 那么请观众朋友 还有来宾 凭你的直觉 从这一二三四五 盖子的这个塔罗牌当中 你去感觉一下 第一直觉 这一二三四五哪一张牌 你觉得它看起来特别大 或数字特别亮 你就把它选下去 我们要测的题目是 未来一个月 你可以战胜困难吗 好 请观众朋友 来宾 做选择 来 请小日刀口 来 选一个 一二三四五 三号 来 芸汐 好 五 我也是五 好 我要二号 好 那剩下一号给我 好 来 一二三四五呢 都有人选了 首先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选到二号牌的 是我们的汤老师 跟观众朋友 看看会在未来一个月 可以战胜什么样的困难 那么二号牌在这边 来 恭喜 是选到塔罗牌当中的正义牌 是可以击退小人 正义伸张 所以好运指数有七十分 所以如果选到这张牌的观众朋友 在未来一个月 你在职场当中的小人 都能够顺利被你击退 但其实并不是你攻击人家 而是你本身做人比较正直 那么你做人比较诚恳 那么自然你身边的朋友 会帮你说话 那么攻击你的人 或者是危害你的人 就会被大家所远离 那这张牌还不错 再来看一下 如果说我们选到三号牌的是 我们的小日刀口 跟观众朋友 那么三号牌 未来一个月 可以战胜什么样的困难 我们要恭喜 选到塔罗牌当中的节制牌 好运指数有八十分 那么这张牌 它是感情的和谐 幸福加分 那么节制牌 它其实代表说 你现在如果有一个 稳定的感情的话 其实两人之间 要进入到心灵层次的 陪伴跟沟通 那么在未来 感情会越来越和谐 是一个幸福能量的成长 恭喜你 好运指数有八十分 好 再来看一下 如果我们选到五号牌的是 我们的这个 汤老师 吴老师 吴老师 是 来 五号牌跟观众朋友 未来一个月 战胜什么困难 恭喜 选到塔罗牌当中的战车牌 是驾驭职场 胜任挑战 好运指数有九十分 恭喜 我们的吴老师 就再次回归 所以就是在职场当中 能够战胜各种的挑战 所以观众朋友 如果说你是 也是上半年 如果说在职场当中 有一些休息 或者是比较慢下来的话 那没有关系 在未来一个月 在职场当中 你是一种 非常有企图心的人 而且职场当中的好运 会不断地向你报道 所以好运指数有九十分 再来看一下 我们选到的一号牌 我们的笃琳哥 跟观众朋友 未来一个月 能够战胜什么困难 这张牌很不错 是淘牌当中的力量牌 它代表说建立自信 克服软弱 所以好运指数有六十分 观众朋友 如果说你选到这张牌的话 代表说你过去 不敢跨足网路 不敢去当网红 或不敢开启自己的 YouTuber的这个频道的话 那么恭喜你 你可以战胜自己的软弱 而且建立自信 所以能够往新的领域去迈进 所以好运指数是非常不错 六十分 再来看一下 选到四号牌的观众朋友 我们现场没有人选 但是观众朋友一直独得 来 恭喜观众朋友 你选到太阳牌 好运指数有一百分 非常好 它是属于这种 财运亨通金钱入袋的好运器 太阳牌 它是一种闪耀的一种能量 是一种光芒的能量 你把光芒跟闪耀 带到你的家门里面 带到你的居家里面 自然你的财运就会特别好 所以恭喜 好运指数一百分 好 来 观众朋友请注意了 好康讯息 大放松 我们要送出 七财福禄 富贵风水莲 给观众朋友 有兴趣的观众朋友呢 请上边也好好玩 官方粉丝网页查询 并且参加抽奖就有机会获得了 好漂亮 好漂亮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谢谢来宾 感谢你的收看 拜拜 拜拜 拜拜